行业的营运市场 那么保证我们是合法经营者的正常利益 现在每个小区门口基本上都有 就是刚才我们那些同行都说了 一眼都能看出来 那么这一点呢 只是我也拥护 还有就是我们作为出租车驾驶员 我经历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从原来的就是那位低姐那边也是公帽 他现在是公帽 我原来在公帽也住过 在江南这边也住过 包括新农达 现在是重庆市出租汽车公司 那么今天的这么多公司 从98年我自己开车到现在 就是我们这个价格呢 确实没有调整过 物价呢一涨再涨 那么特别是去年我们的那个 说难听点关系的 我们市民的那些切成利益 那个肉涨到十几块一斤 那么我们这个价格呢 就从来没有变动过 那么这一点啊 我希望政府在这方面通过 那个可能不加部门骂了 那些部门我们也不太清楚 那么是不是给我们增加 一定的比例的调价 因为我们重庆起步价五块 起租是三公里 在全国各大城市来说的话 都应该是比较偏低的 这一点呢 我想我们出租车嘛 开这个车子也不爱付养家福口 我想多挣一点钱 那么这方面如果说给我们实际性的考虑的话 我相信大家钱挣稍微多一点嘛 也不是很多啊 能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的话 那么我想呢 大家应该还是会拥护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那个加气囊和交通拥堵 具体情况呢 我们同行呢都说过了 交通拥堵呢 肯定给这个政府的建设方面有一定关系 城市要漂亮嘛也要建设 可能就有这方面关系 但是如果说啊 多增加我们的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 然后规范我们的市场 就是交通持续的市场 那么我想我们有正常的一个出行的一个良好的秩序 也会增加我们出租车的营运收入 那么就不会很久的塞车呀 或者什么的哈 那么这这一点呢 就是交通标志信号 就像比方说那个红绿灯 它有那个时间 那么大家都开车的哈 在座的可能有很多都是开车的 除了我们出租车驾驶 那么我们就会根据那个时间 合理的调整该什么时候 该起步了 该踩刹车了 不要过了 那么这一点呢 可能交通标志标线呢 如果说更好的规范的话 我相信有一个良好的秩序 对我们呢 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 好 最后呢 我反映哈 这么多 嗯 这些情况哈 其实我们同行很多都说过了 我想再提一点哈 就是呃 希望政府和各个部门哈 都给我们出租车驾驶员 那个基层的朋友嘛 我们是最底线的高风险低收入 多提供一些像今天这种 就是给直接给各位领导反应呢 这些机会和这些场所 那么就能够很有效的避免 这次就像罢工事件的发生 因为我们有地方疏苦了 有地方解决问题了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或者说代表来解决这些问题了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把那个车摆着 对自己也是损失 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就是摆了之后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打鼓的啊 不知道这个事情解决怎么样了 只有通过一些那个新闻媒体啊 或者说我们重庆的天天630呢 这些来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说哦 政府已经非常快的解决了 每天要增加10万地方米的天然气供应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肯定心里会踏实一些了 然后打击黑车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的价格这些问题 究竟怎么样了 我们市民心里呢 确实也没底哈 然后我们出租车驾驶员呢 关系就是我们的切实利益 不就想多挣几个钱哈 两家破口 最后哈 我敢 我还是代表那个出租车驾驶员哈 感谢市领导和市交委 交警部门 对我们这 这些出租车驾驶员的关心 有让我们已经有地方说话 已经有地方疏苦哈 谢谢各位领导哈 这个你讲到这个调价问题 我有有一个问题 问问你 就是 现在咱们这个出租车 你比如说这个起步价 这个五块钱三公里 跑完了以后 就开始跳字 是吧 这个一公里 咱们规定是一块二 比如说 这个 一块二 一块二以后呢 有一个这个 这个空反的这个费用 这个 反空费大概是 加六毛钱 加六毛钱 也就是说呢 一公里是一块八 这个事情 比如说这个空反费 你比如说这个车走了 是跑到机场 你才能够收空反费呢 还是 只要你在市内任何一个地方走 你都可以收空反费 都可以按照一块八来计价 在市区每个地方跑都是按那个一块八来计价 它是没五百米 现在你不管是远近 已经都是按照 增加一公里是一块八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三公里以上 对啊 三公里以上 对对对 我明白这意思 是三公里以上 这个是一块八 是吧 这个 而且现在这个是 不受这个里程的限制 是不是 现在在市区内 不受里程的限制 这个事情呢 因为 我也注意到这个事情 因为 几个大城市啊 它这个比较 如果说啊 咱们这个起价费以外 你比如说按了这个增加一公里 一块二来算 咱们是写的偏低的 但是如果按一块八可就不低了 一般来说 这个空车返回这个费 空反费啊 各大城市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有些这个城市规定啊 你得跑到七公里 就是跑到七公里以外 你才能收这个钱 才能够加这个百分之六 加这个六毛钱 有的呢 就是甚至要更高一些 就是到十 刚才他说的十五公里 就是跑到七公里 是有的城市这么定的 有的城市把这个线定的还更高 十五公里 意思就是说呢 你这个车必须跑到机场 大概才有一个空反的问题 因此才能够加一公里啊 这个六毛钱 那么咱们现在呢 重庆大概现在不管远近 都加了六毛钱 是有这个事吧 有这个事 所以呢 这个里边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空反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研究过没有 就是说如果啊 这个把这个 费用条价搞上去 这个坐车的人 是不是会比现在要少呢 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也有这么一个估计 就是在这个各大都市里边 咱们这个重庆居民的人均收入 还不是很高的 如果你把这个出租车的价格调上去 会不会这个出租车市场受到影响呢 从我们驾驶员心理来说的话 我想应该不是很大影响 因为从公交行业啊 他现在起步价都是有很多车嘛 都是一块五中级车 那么他四个人坐那个车 他就会要六块钱是吧 坐得远的话会是两块三块 那么我们这个出租车 他坐四个人才五块钱 相应他还比那个 坐那个中级车 出租车坐四个人 能坐四个人嘛 一块五一个就会六块钱嘛 就是我们起租价才五块钱嘛 比方说他到那个地方 公交车不是很方便 那么这一点的话 他可能还会比坐那个公交车会便宜一些 我想这一点的话 我们驾驶朋友应该非常有体会 刚好坐到两根脚 然后就是四个人 我们经常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嘛 我想这一点的话 可以广泛征求那个 我们驾驶朋友的意见 政府如果做个决策呢 就是考虑到方方面面 是吧 就是 好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你说 我要想说这个问题啊 外面常常的说讲到 车浪大 那是市民的负身 但是甲舜说我找不到钱 那也是我们甲舜的教库 的库中 市民讲是怎么 车不好打车 市民打不到 打不到机 我们都找不到钱 好 这个我就就这个问题来 我讲一下 因为我想说其他的 其他的同行们都说过了 我就不再讲了 因为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从解放碑新世纪 然后我们到 到这个捍卫路 如果正常情况下 需要可能大概就是五六 五分钟左右嘛 能够到达五块钱 如果遇到那座堵车的话 我估计到下 我原来走过这条路 经常不跑车的时候 经常走到这条路的话 最长的时间 可能要走到一刻钟 就是十五分钟 那么十五分钟的话 那么如果乘客讲理的人呢 泡了六抹钱的本事费的时候 他就给你六元钱 如果遇到乘客医院刁门的时候 他就说我没有那六毛钱 我不给你 我就给五块钱 下车走了 就人了 所以这样就 做一个小时 只有四个十五分钟 那么四个十五分钟的话 这个下来后 我只有二十块钱的收入 如果能不能够 在这个等次费上 能够做一个科学的论断 在什么事情下 能挑等次费 如果说解决赌策问题 我想在一年两年 是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施工强度这么大 这个交通程度那么大 不少师傅讲到 这个等车的这个问题 这个好像我觉得大家对这个问题 还是反应的比较强烈一些 就你们这个感觉 就是现在这个等车 和几年前怎么等车是 这些的我们现在的等次费 我做个解释讲一下 就我从我这个经营 这个开这个出租这么多年 原来在十一年前所的等次费 那么表扣下来以后 五分钟以内是免费 然后它这个里面又加上了很多功能 五公里 两公里 三公里 甚至到了八公里 九公里 这个行驶速度的不一样 怀者是这个车子停在那儿 动力它又是不一样 它这个寄费方式是各种各样 做多种方式进行 那么加起来以后 如果我们车子是慢走慢走 走三公里五公里 这个速度 每小时的速度 慢走慢走 如果走上最起码 这个表面 陷阱八分钟到十分钟 甚至十分钟之多 只能见到六号圈 你这个情况是一天里面 经常发生还是偶然发生 如果在我们开车的情况下的话 我会讲现在目前的路况 从沙平坝 如果走解放碑的话 现在目前有个牛地路 稍微还好一点 如果从江湖解放碑的话 到这个南平 从解放碑到江北 或者从江北到沙平坝 这几条路线可以说是每天可以 不说有上多到四五次可以 这个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个修路比较多呢 主要是施工影响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修好了以后就好了 但是长期两三年以前都是这样说 为今天的堵车为明天的长通 但是今天的堵车 堵到明天的长通在什么时间 就是这个事情都是个未知书的问题了 今天的堵车为了明天的长通 这是建设部门 变明你们要提的口号 这两千年前就这个口号 提的时间长了 提了两三年老这么说 这说到今年还是堵车 说到明年可能还是堵车 就是这样子 好 这能不能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论断 经过多方部门的探讨 能不能够在一分钟里面 我也要求不高 我的认为好 我要求不高 三四毛钱 建一个等式费吗 一分钟之内 一分钟里面 有一分钟建几毛钱 有一分钟建几毛钱 这样之后 我的认为好 从我的思考范围来讲究 如果我是个乘客的话 我从沙平吧 到江本 或者到郭英桥 或者到农府 这一块 我如果走石门的话 可能要躲个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我要办事的话 那么我加上 如果一分钟 建个几毛钱的话 我加上二十分钟 有七八块钱了 我还不如这样的时候 外环一下子到农府了 这不就很快了吗 驾驶员跑在心头舒服 现在又到手了 世界又用得短 所以就是 七八啊 这个月明啊 你们看啊 就是前些时候 咱们研究的这个畅通工程 畅通工程呢 现在有几个概念 就是硬碰硬的指标 意思说呢 过去 咱们这个重庆市 提过一个奋斗目标 叫做八小时重庆 意思是说 从主城啊 到各个区限 四十个区限 八小时之内 要能够抵达 那么现在呢 提出四小时重庆 意思是说 从主城啊 到这个各个区限啊 能不能四小时就干到 因为修了好多高速公路 这个是历届市委市政府 也是很努力的 这个成绩不小 我来了以后 感觉到咱们修桥驻落啊 这个重庆市啊 干了不少工作 这个历届 这个这个政府啊 大家都很努力 但是这次啊 我们不是要提个 畅通重庆吗 你们听说这个意思吧 畅通重庆 畅通重庆里边 这次我们特别讲一条 就是要半小时组成 就是半个小时在组成里边啊 你怎么走啊 能够走到 我的感觉 因为这个东西提出来啊 这个大家呢 还要在这个实践中啊 好好的呀 这个就是要把它变成现实 那还得要好好的做工作 我认为呢 这个半小时重庆啊 其实比啊 这个四小时啊 就是半小时组成 可能比四小时重庆还费劲 就是在这个组成里边啊 你想到哪去 在半小时内能够抵达啊 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指标 这个事情呢 已经列为啊 这个市政府的一个奋斗目标 这个当然我们啊 这个不能够像你所说的啊 这个今天的堵车 为了明天的畅通 我们再读两三年 这个还是要缩短这个时间 当然路还是得修的 现在 我在东北工作了二十年 我到这个重庆来 我有个感觉 这个重庆这个地方啊 这个楼高 这个人多 密集 这个路啊 相对的比较窄 而且现在你就是一看呢 就是在阔路 这个空间余地啊 这个是比较小的啊 就是在重庆组成 你想再扩宽一条路啊 很费劲的啊 那成本会高得不得了啊 这个怎么来解决啊 这个重庆组成的交通 这是个很大的特点 也是对政府好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事情啊 是需要下达力气的 这个最近啊 这个市委市政府还准备研究啊 抗通工程啊 这个政府也在攒钱啊 想了这个从啊 根本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个要投资 要修路啊 要这个拆除一些这个 这个微旧房 同时呢 腾出一些空间啊 来使我们的这个交通啊 更加畅通 但是你讲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我就说啊 在城市管理上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好大家再听 还有些什么意见 刚才提了不少意见啊 这让我们也听到了很多 这个这个第一手的情况 大家再看 来吧 好 你好 主任您好 可能我要感谢您的家事员 在家事员的关系 因为 因为对我来说哈 我现在我就说 在我开出租车的那么多样哈 我是我是 我是厨房公司的家事员 我也是安心车路的家事员 好 我提几个建议啊 因为做出租车的长期的抛起的话 就要一时吃饭来 在这个重庆来的那个地理环境下哈 对家事员的吃饭啊 上厕所的问题啊 多为能停车的情况下 多为啊 家事员来修一点工工厕所 去用餐的环境哈 第一的一个问题 第二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标的问题哈 他们同行已经说过了哈 我觉得最好啊 因为我坐车的啊 有外地生育哈 在重庆来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我觉得啊 以这个标是不是 调成了有事 因为重庆那个航规 有人成为一种 出租车的七家伙那个 是成为了一个航规 为啥是成为航规 假如成为了七块七的话哈 作为家事员呢 一般都是八块 作为作为 作为是撑开的方来说的话哈 都应该找两句钱 作为家事员的职业来说的话 都应该找两句 都应该收八块哈 大个比方哈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啊 为了双方不起矛盾呢 他都外地生深刻也都问这个问题哈 只要为了把那个价格啊 在调整方面 最好调整为零的根数的那个计算 因为深刻啊 和家事员都互相不起矛盾的情况下 第三个问题就是啥子 嗯 就在城市建设哈 对于重庆的那个大开发 大发展的情况下 肯定修落实比人驱使哈 就对于重庆的这个的话 我只希望哈 在一位部门的话哈 因为那个说 在修完工程过后 都立即 都把它恢复了 在那 如果不恢复的话 就得造成了道路拥堵的情况 也在一方面 如果就 假如在那里失了工 我失了 钱都失了 那个部门都不过我管了 或者就有一堂子 就影响了道路 也影响了对驾驶来的一定的堵车啊 交通堵车也影响了驾驶来的一定的收入哈 这种情况也造成堵车的 也有一种的原因 还有我精神哈 在这种跑去的话 很多施工方法都是啥子 今天这个了 明天都 今天完了不还完 或者就对于堂子哈 在地下这个问题 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其来就是 做我们做过来说 做出租车来说哈 嗯 在生客也需要大车 做出租车 我们也是属于一个服务性质 也为生客做相好 那做生客的事情呢 我只希望哈 就是在聆听呢 就是在 在没影响的交通情况下哈 有时的话 也可以为出租车家属来相应哈 为生客家属来 那些生客做生客的方来相应哈 就是啊 在领轻的话 才不影响的交通情况下是 可以啊 领轻一下哈 上一下生客 马上就走来走进口下 就方便方便大家 就方便第一 方便驾驶第二 方便生客 因为生客 用出租车来说 不强公交车 用到说啊 公交车它是属于一个 有一个站点的问题哈 出租车它是属于方便 可以就是说的 招手那种 假如有它是轻工一下哈 生客是 它是不 没得没得站点的 因为还有就是 我就说我要建议啊 有的生客哈 如果再来 商业区地来哈 坐车的情况下 最好在站点哈 站点去坐车 因为啊 外头本来是不能 在很多地方是不能 上下生客的以外 因为啊 对于不能产生 马互动的情况下哈 是最好的站点去生客 做了的话 嗯 就要在 就要教你生客的话 打打打打车的情况下哈 因为我就是这事 是因为我建议哈 就是个建议 其他都没得了 嗯好 好 好 大家好 我作为中区的市民代表 我对这个 出租车 败运的这个事 也听了大家的很多看法 很多难点 呃 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点呢 第一点 一件事 我们出租车行业 是我们 呃 重庆的这个交通运输的一个重要补充 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市民的出行 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 同时啊 作为市民代表 我认为我们出租车司机 云运人员 这几年的服务质量 服务态度 自身的数字 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这方面的话 我认为啊 我们上面提了这提了这八九点这个诉求 我们政府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调研 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 应该结合我们重庆的实际情况 结合我们重庆的自身的一些 呃 消费水平 我们的一些中和情况进行一个中和调研 然后 尽极大的可能 来满足我们 服 出租车云运行业 这个这个 合理合法的诉求 这是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 我也谈一下我们对我们那个出租车司机行业的一些 呃 作为市民朋友的一些要求 作为我们是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运营的服务人员 也应该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 能够更好的 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服务 因为出租车行业 在作为我们重庆 是作为我们重庆的一个窗口 一个品牌 一个形象工程也是 我们是我们市里面也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功能工作 比如我们出租车行业的这个做套更换前以前的话是没有的 近几年的话也进行了一些规范 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在自身的提高上面也应该有一个呃 提高有一个转变 让重庆市的市民 重庆市我们的一些旅游交通能够通过出租车这个窗口行业反映出来 大家坐上这个车 我们到北京到上海去的时候 他们的出租车我们一坐上去的时候 他们出租车司机都会跟我们讲 我们北京怎么样 我们北京怎么怎么样 作为我们重庆的出租车司机也应该形成一种 对我们重庆市进行一个宣传 是我们重庆市的一个宣传的一个主力军 把我们重庆的好的一些品牌 好的一些旅游的一些交通线路 好玩好耍的一些地方 介绍给我们特别是外地的朋友 也能够在我们重庆市的那个经济的一些发展中 起到一定的作用 突出我们出租车司机的自身价值 同时对这个霸运事件 我也有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他们的一些诉求可以理解 也值得同企 但是这种方式我认为不可取 因为你们霸运以后 对你们的经济各方面 也会带来一定的损失 同时也极大的影响了我们居民的出行 影响了我们市民的生活 另外一个方面 在最近我也看到网上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说法 对我们重庆市的形象 也有一定的损害 所以我作为一个市民来说 市民代表来说的话 我认为以后在这些方面的话 我们的出租车朋友 我们出租车的管理部门 在这方面应该有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 比如像我们今天 我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大家坐在这里 倾听我们这些出租车朋友的呼声 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在这方面 也应该进一步的完善这一个机制 让我们有合理的诉求 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 既不损失自己 也不给市里面 给我们市民造成损失的情况下 也不影响我们的市里面的形象的情况下 来很好地反映我们的诉求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要说一下 作为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 特别是今天我们出租车司机朋友 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 应该做一个全面的 一个深入到市里面的方方面面 不光是我们的出租车司机 也应该到我们的市民当中 到我们的消费者当中 甚至涉及到我们的市政管理等方方面面 去进行一个深入的调研 做出一个科学的合理的一个方案 来解决我们这些问题 同时我也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市里市委市政府 是非常重视 这个出租车司机罢孕的事 今天我们的市里面的领导 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 能够在这里 和我们的本市 市里面的相关的领导 坐在一起 听大家的意见 也发表我自己的看法 我感觉到我们市里面 在解决这些问题 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七番你先说一说 刚才大家 我看把这几个问题都摆开了 这个包括调价的问题 份儿钱 党办费的问题 还有这个厕所的问题 停车的问题 罚款的问题 这个假期的问题 我看这个大家提得很好 这个还有一些什么没提到的 这个一会儿 这个七番的常务讲完了以后 大家再讲 我根据大家刚才座谈会上 提到的一些问题 我理解下来 我做一个应对吧 一个呢 就是加期战的问题 地区四个问题 但地区是重庆 为政府为老百姓办件好事 为出租车司机办好事 办出来的问题 因为整个中国所有城市 北京上海天津 都是加油站 没有加期站 几乎没这个概念 但是的确 天然气的成本 比汽油成本 每一百公里的运行成本 要低了一半多 所以我们所有的公交车和出租车 都愿意加气 重庆组成里有六百个加油站 大家没去用 尽可能的都去加气 这是利益成本的概念 从政府来说 是愿意让出租车司机和公交车 能够降低这个成本 能更多的有点效益 同时天然气也比较环保 所以重庆政府在这个意义上 跟其他地区的不同 就在于 零四年以后 努力推进 这件事 把这件事放开了 不是限制 这是一个 这是件好事 但是呢 我们从组成开始 只有几个加气站 到去年是四十个 组成是四十个加气站 今年又加了六个 现在四十六个 那么这四十六个加气站 然后它理论上 这个加气站的供气能力呢 能有一百三十万立方米一天 那么我们的公交车一天要用五十多万 出租车一天要用四十多万 还有其他的车呢 用二十万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经委刚才说的 我可以供应一百三十万 但是需求只有一百十万 我是够的 这句话也对 也不对 这句话 总量算算是平衡的 但实际上 有三个不平衡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天然气 公司如果供气不足的时候 你这个四十六个加气站 并不能真正保障 这一天供气一百多万立方米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有个调度问题在里边的 如果不及时调度 会使得排队等候时间特别加长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出租车运行的时间 在白天和傍晚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加气特别拥挤 那么实际上 你这个一百三十万立方米 是根据二十四小时 都在均衡的加 你是可以的 你如果集中到十个小时 就会排队 所以实际上这是个不平衡 第三个呢 布局也不平衡 因为我们四十六个 现在布局在环县周边 组成里边 但是真正在解放碑 在杨家平 或者在三角碑 或者在观音桥 南平 这些中心地段 加气站反而不够 为什么呢 加气站要去建的时候 住在加气站周围的老百姓 也会有一件 不让你家 第二个 有些加气站 要去拆房子 也不大容易拆 所以英雄用武之地 市里边早就想把加气站 从几个到四十个 我们目标是 组成加气站 应该到六十多个 但是呢 的确非常艰难的在推进 所以刚才那位同志说到 批个加气站 各方面组了 要我们几个市长 直接签字画压 而且直接推进 才建了那么几个 所以的确有它的难度 所以我现在感觉呢 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管有多困难 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这三个不平衡 就要用措施去解决 一个呢 是经委和有关部门呢 的确要加强加气站的 供气调度 一滩天然气公司 有供气不足的时候 紧急调度 让天然气公司 能够保障每天 一百二十万立方米 一百十万 一百二十万的供气量 这是一件事 第二个呢 要做出一个限制 就是说 非出租车 公交车 这一类的公共的车 你如果要用天然气加起 也可以 晚上十点 以后到早上八点 你这个时候去加 你凭你 反正你在家里 你自己私家车 你是在想加 你晚上去加 你不许白天加 白天要把时间留给 出租车和公交车 这个是一个行政的调度 长远的说呢 就是进一步加快 加气站的建设 那么争取 明年再加他个 搞他个十个加气站 今年是增加了六个 明年争取再增加他十个 这个意思啊 措施有接有慢 总之要想办法缓解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打黑车 打黑车呢 是一个头痛的现象 实际上 03年以来 市政府每年都在组着 打黑车 那么打黑车的时候呢 当然 一方面是严厉的打 另外一方面呢 有时候 政府也有 友情操作的一面 所谓友情操作呢 倒不是同流合污 不是跟黑车的 而是想 黑车里边也有残疾人 也有其他的弱势权点 也都是有时候 有些穷人 这时候你却 打得过很了以后 也会造成 这一部分人 有时候也有各种 其他因素的反弹 所以政府也是 有力有竭的 很策略的 在推进 但是这个目标 政府跟出租车司机 绝对一致 现在总庆 八千多辆出租车 有两千辆 没牌照的黑车 各种类型 所以实际上占了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还是很大的比重 这不仅是 封销了你们的 经营的市场效益 更重要是 捞乱了秩序 造成不规范 不安全 还有其他的各种管理问题 所以这件事 我们的目标一致 而且你们这一次的行动 实际上 声援了政府 打黑车的力量 因为政府本来打黑车 有时候也会有 群中心的 群体的事件 你们更大的群体 在反对这件事 政府也是可以 因势力道的 所以这件事呢 也是我们 努力的要去推进的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罚款 罚款呢 的确 罚款本身的用意 一定是对违规 才会罚款 比如你乱停车 你超速 你聚载 你闹道 都是 都是使得 乘客 消费者 老百姓 吃亏 或者受损失的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你甩客也好 你乱收费也好 你计价器不用也好 都应该 被检查了以后 都应该制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公安部门 管理部门 进行一定的处罚 本来是一个正常的 管理的一个手段 但是从宏观上看呢 我们的罚款数量 八千辆车 一辆车 一到十月份 我看了个统计表 一到十月份 大概平均罚 九次 如果全年的话 大概可以罚十次 一次平均 一次平均罚一百块 十次就是一千块 所以仔细一想呢 如果我们八千辆出租车 被平均罚了 每辆车罚了一千块 那么并不是 所有的出租车都会被罚的 像刚才说的 这一位司机同志 他说他从来没被罚过 所以实际上 如果这个八千万的罚款 堆到一千辆车头上去 那这个罚款量是很大 我想象了一下 所以你们说的宏观上讲的这种现象 有 具体的每件事 可能你是该罚 你是做错了 但是 整个的罚款 做法的 措施的密度 频度 或者有时候 你们说有的人 拿这个摄像机盯着你 就是为了罚款而来盯你 不一定是为了其他的 这种可能性都有 总而言之呢 司机同志讲的这个情况呢 有他的 总体上的道理 总的量呢 是好像多了一点 应该这方面呢 更合理的进行 这种为民服务的一些管理措施 这方面可以改善 那么最关键的是呢 我认为 大家讲到了两个事 一个是不是要调价 一个是不是 就怎么出租的司机 增加他的收入 那么这里边 有两个问题 一个呢 就是重庆的出租的票价 高还是不高 这里边有个基本判断呢 北京是两块一公里 上海也两块一公里 但他们两块一公里的车呢 是十几万 二十万的 桑塔纳两千 或者红旗 或者其他的 那我们实际上呢 倒是一块八 北京上海在 环线以内 北京是四环以内 上海呢 是二环以内 绝不能收空返费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真要算这个账 我们也不低 当然我并不是说 我们不可以提价了 这个是让听证会 让群众 让方方面面代表 去过去产生的一个决策过程 不是我现在主观来判断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主观上 重庆的票价 如果再提高 重庆的市民乘车 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负担也会加重 这个是一个情况 当然 比如说起步费高了一点 低了一点 可以五公里 还是四公里 还是三公里 这个呢 是个策略上 是一个怎么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 应该进行慎重的论证 听各方面意见 但是我认为 重庆出租车司机 收入是低了 而且这几年 基本没有上升 要害的原因在哪呢 我也算了你们一崩脏 你们每天 大概一辆车 能做七百块钱 一个月做二十九天 三十天 一年三百多天的收入 是可以做到 就是二十几万元 然后四年时间 可以总的收进八十多万 八十多万呢 你们要交掉多少呢 交掉的板板费 分额费 各种各样费 你们刚才说 大概要交百分之七十 是差不多这个数据 要交五十七万 你八十多万 交了五十七万 就剩下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是四年 一年就是五万 五万嘛 你交到汽油费 你的收入是只有两千多块 一个月了 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关键就是这五十七万 怎么算账 我也算了个账 五十七万里边呢 周围公司要交的成本 现在呢是三十七万 这样呢 他还有那么十七八万的毛利 十七八万毛利 当然也要交税 然后呢 这十七八万要摊到四年 四年嘛 一年应该有个四万五万 四万五万如果交了税以后 税后的公司利润应该在四万 他买